熊孩子仗着家里有钱,想要霸占女主角的角色,然而他却遇到了拥有三个哥哥的小奶娃。 安宇,我梦见了紫西,我梦见了她被困在沼泽了,我怎么拉她都拉不上来,最后眼睁地看着她被活埋死了,她是不是出事了? 说什么呢?紫西早就已经出狱,不知道跑到哪里面去也了,你不要管她,别忘了,你是因为谁才摘除掉一个肾的。 不,紫西,她没有想要杀我,她只是被那个男人诬陷了,她真的是救我的,她只是对我有愧才抵了罪行,我说了这么多年,请你相信我啊,帮我把她找回来吧。 魏央,当初紫西对罪行共认不误,她一心想要厮杀你,而且证据确凿,你善良也要有个度,哪怕她是你的妹妹,她也并非是真心实意拿你当姐姐的,懂吗? 我记得你和紫西有了一个孩子,那个孩子,她生下来了吗? 我已经给她钱,让她打掉了,怎么可能生下来? 她像是极力撇清一个污点一样,魏央呆呆呆看着她的背影,没有再说话,她拿起手机拨打了燕紫西的电话,然而电话那头却显示空号,就在她失望至极时,一条热搜却引起了她的注意。 这孩子怎么那么像自己的丈夫? 隔天她就来到依依当初的孤儿院,找到院长询问关于依依的对的事情。 你好,我是在微博上看到您的福利院有一个孤儿等候,领养,是叫依依对吧?请问一下,她现在还在吗? 那个孩子已经被她家人带走了,如果您有领养需求的话,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孩子的。 既然这个孩子已经被生父接走的话,那就证明不是沈安宇和紫西的孩子。 紫西如果真的生下的那个孩子,那个孩子也不可能是孤儿,能问一下是什么身份带走的吗? 是她的父亲,有什么问题吗? 魏央宁起眉,失望地离开了孤儿院,然而她却不知道,两人也将再次相遇。 来吧,我的小摇钱术,开工了。 要去赚钱了吗? 如果大导演看中了你,你就发达了,能挣好多钱呢? 当初我在网上看到你的时候,一眼就看中你了。 如果你今天能够拿到大导演的赏识,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去淘气宝吃大餐。 真的吗? 当然是真的。 这女主角肯定是我。 美希,不要这么说,还不一定呢,说不定还有很优秀的小朋友跟你竞争。 妈妈,我就是觉得我会成功啊,刚才和我一起面试的女孩子,都没有我们家有钱,我肯定能够胜任这次的女主角,不行就让爸爸买下来呗。 小朋友自信满满是一件好事,那么就麻烦您先回去等消息吧。 这母女两刚一走,导演顿时被气得火冒三丈。 刚才那个赵美希演的是什么东西,我让她演一个受尽苦难的小可怜,不是让她演高高在上的大红卷,张牙舞爪的给谁看呢,看了她我就来劲。 李导你也别生气,这个赵美希家里有钱有势,肯定是要给她一点薄面的,而且这孩子,好像觉得这女主角肯定是她的了,还没走远呢,说不定会听到的。 选她,我疯了,还是她疯了,孩子不懂事,家长心里也没数是不是,那个叫小易的孩子还没有找到呢? 找到了,只是她的经纪人今天早上才联系到我,通知面试有点来不及了,但他们正在往这边赶来。 你确定这个孩子能来是吧? 我出去等。 然而等她刚出去,就看见易奕被这对无耻魔女拦在门外。 你也原已经定下来了,现在你否决是我,你们也就不用进去了。 不好意思,就算是女主决定了,我也要带着我的艺人坚持到最后一刻。 阿姨,你带着这个妹妹去了也没有用,不过就是让浪费导演的时间。 哎呦,小宝贝,我们导演就等着你呢。 赵美西脸上笑意顿时消失。 反正最后的女主角肯定是我,那位家伙肯定不能选上。 然而等李导看到她那一瞬间就已经双眼放光,工作人员如见鬼一样看着李导。 这变脸也太快了吧,刚才她面对所有的小演员都全程凑着一张脸,怎么看怎么不顺眼,活像是灰姑娘的继母,眼下竟然直接变换嘴脸,变成仙女教母了。 有什么稀罕的,反正她不会过,我才是真正的女主角。 凌云,来,和我们这位小女孩对戏吧,这位是莱姨,很巧和你一个姓呢。 凌云转过身看向身后小姨气氛一瞬间的凝滞。 这孩子的脸怎么这么像她妹夫。 怎么了凌云,小姑娘给你美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 怎么站着发呆啊?凌云骤然反应过来,再一次看向燕来一,凌云一脸震惊地拿出手机,翻了翻家族群,却得知燕子熙的孩子没有打掉,而且就叫燕来一。 这个家伙,既然是她的侄女,绝不能让她演戏,否则未央都会看到,如果被人看到,就一定会露线。 你怎么能开口就说不行,左大人可不能这样带有偏见呢。 她的演技肯定不会好,因为她妈就不怎么样不管怎么说,我还是支持是原来的那个小演员,哭戏很好是我们最好的人选。 我说过了,这个孩子的背景设定是在四五岁,今天来面试的最大也就。 六岁,你看中那个孩子都九岁了,还怎么符合剧本人生,那就让她和你对一长期看看。 经过长达半小时的队系,燕来一用自己的实力征服着从未见过面帝舅舅。 这竟然是她那个什么都做不好的妹妹的女儿,可只有运动神经发达的燕子熙,怎么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? 从今天开始,你就是我的女主角了,我期待和你搭戏。 谢谢叔叔。 不对,应该叫我舅舅才对。 如果妈妈知道我现在成为了一个小明星,能挣到钱,妈妈一定会很开心吧。 妈妈,美琪是要被人替换掉了吗? 放心,就算是他们选了别人,妈妈也可以花钱给你买回来。 可我就想让他们真的喜欢我啊。 就在前多多帮小艺签合同的时候,魏央却突然来到了现场,正好撞燕来一在现场。 请问,凌云在这吗? 小艺猛然将目光盯着眼前的女人,而魏央也是双眼放光盯着燕来一。 是你? 阿姨你认识我? 我昨天还在网上见到你了呢,没想到今天我们就见面了,你是叫依依对吧? 小依依被她那漂亮的眼睛吸引得魔不开是鲜,点了点头。 怎么会有阿姨长得这么好看,像是仙女一样? 你来这里是面试当小演员的吗? 她老是芭蕉的点点头。 钱多多姐姐跟我说,在外面不许随便跟陌生人说话,也不许随便跟陌生人走。 但是她觉得,这个阿姨不像是坏人。 魏央闻言,眼底一丝不易察觉地落寞。 你是刚从孤儿院出来的,你妈妈呢? 妈妈上天去当魔仙宝女王了。 魏央一闻,有些同情攀上眉眼,很快笑开说道。 那你就是公主殿下了呀,失敬失敬。 意义不配的,妈妈去天上都没有带着我, 我不是公主殿下。 谁说的,你难道没有见过那些动画片的公主殿下? 都是,要在人间经历磨难,成为最厉害的魔女,在上天当新的女皇吗? 那阿姨您的意思是,妈妈没有带我走,是因为她想要让我努力成为好的魔女吗? 当然啊,你妈妈只是想让你在人间好好学习,所以你要努力长大呀。 动漫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? 对对对,动画片里确实都是这么演的。 一眼露惊喜,魏央笑容满面,眼神又变得有些复杂。 你真像一个人。 像谁? 你真的很像我妹妹,嘴巴跟她一模一样,而且气质也很像。 那阿姨你的妹妹呢,她不跟你好了吗? 是啊,不跟我好了,她就像是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,怎么着也找不到她。 小一一您岂没不说话,心疼的奴起嘴巴。 只是太想她了,只要一想到她就会心痛,想跟身边的人讨论她,却没有一个人。 阿姨没事的,一一可以安慰你,可以陪着。